大家好,首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环球股市的表现 在过去五天当中,美股是表现最强的 我们看拉致来讲,在过去五天当中是录得接近2%的升幅 主要就是因为上一周,上个礼拜的经济数据也是比较离场的 包括美国第三季度的GDP,10月份的内用品的订单 还有11月份的就业数据也是比市场预期要好一点 那当时来讲,贸易战的消息还不算是太快 所以当时的市场情绪还算是正面一点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这个货币跟商品方面的表现 在过去五天当中,主要货币来讲,变化不算是太大 值得留意就是日元来讲,在过去五天当中 路的一个上队来讲比较大的跌幅 主要就是最近有消息来讲 日本央行行长也提到了 如果在经济下行的风险有所增加的情况下 当然当局也会决定期需加大量化宽松的低度 那今天也有新闻讲到了,日本政府正在计划可能会推出13万亿日元的财政市级的方案 用来支持这个经济 所以在日元来讲,短线也可能会疲软一点的 那扩币来讲,那商品方面来讲,原油价格在过去五天当中也是跌的比较多一点 那下一部分我也会跟大家解释多一点的 环球股市的资金流来讲,美股跟欧洲市场也是有流出转伤到流入的 那新兴市场来讲,是连续五个礼拜入的这个净流入 这个规模是有所增加的 其实美股近期的表现比较长一点 就跟刚刚提到说,在经济数据方面也有所支持 之前上个礼拜,联署局也是公布了最新的经济场情况的报告 报告里面提到说,美股的经济在十月份到十一月中的期间 是保持温和增长的步伐 还有目前的扩币政策还是能够支撑这个强劲的劳动力的市场 所以这一方的言论,这一方的看法是为未来再检视的预期是有所降温的 但是我们看到了市场数据来讲 美股标普指数来讲 市场对于第四季度的盈利预测还是悲观一点 可能会录得这个暗年的跌幅 跌幅是接近0.1% 加上今年美股也是比较强性 已经升到一个股值比较高的水平 所以最近的对消息来讲也是敏感一点 说任何可能有关贸易战的消息 也会造成一个调整的机构 所以我们看到隔晚就有消息传出来 美国有机会会扩大这个贸易战的战线 就有消息讲到说会对这个阿根廷跟巴西的进口铝跟钢材这方面会征税 所以在贸易战呢除了在中美关系上面呢 可能也有延到其他国家的层面 还有呢大家也是比较关注中美贸易战的发展 所以呢在这一部分呢 美股由于已经在一个股值比较高还有盈利增长比较慢的水平 这一部分呢可能这个部分呢可能也会比较波动一点的 另外呢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了之前也是签订了这个人权法 不过呢我们认为呢尽管人权法呢已经正式的升低升效 但是呢市场也是比较担心香港的特别独特的关税区的地位来讲 会不会受到影响因而取消呢 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在这个人权法升下之后呢 只是每年的检视不是说马上就要终止这方面的待遇的 所以我们认为呢即时的影响呢还是有限的 但是呢市场也是比较担心中国可能会推出一些反击的措施 的确呢最近也有消息讲到 中国呢有可能会推出这个不可靠的实体的清单 就是贸易的黑名单的意思 所以呢我们就要密切的留意就是中方呢会不会就是真的落实这方面的措施 还有是不是中岸香港的议题呢真的会上升到升级到中美贸易谈判的障碍 我们认为呢这方面的确是会影响到投资的情绪还有港股的表现 但是呢我们之前也提到说就是我们相信呢中美双方呢也是想稳定这个经贸的局势 所以呢还是他们还是会我们认为呢他们还是会打成这个贸易协议只是时间的问题 所以投资者呢我们建议不算是不要太过悲观一点 那商品方面的表现呢刚刚也提到说油价呢也最近录到一个比较大的跌幅 那后市来讲呢要特别留意了就是油主跟他的盟友呢在这个礼拜也有一个会议会进行 那主要就是讨论到了明年三月之后呢减产协议的安排会是怎么样 由于呢最近呢美国原油的产量呢也是比较多创了这个新高 加上呢市场也是比较担心了俄罗斯呢可能在这个会议上呢会反对延长减产这个协议 所以受到油价受到以上的消息影响呢也是短线呢有一定的压力 后市来讲呢大家还是要留意这个会议的消息 那中港股市的部分呢中国在最近也公布了一两串的经济数据 比如说内地今年首10个月份规模以上的工业利润呢 所以暗年下跌的接近3% 降幅呢是叫前三个季度呢是扩大的 事实上呢我们预期呢11月份呢随着这个工业生产的加快 加上PPI暗年可能来讲呢也是会开始回升 我们预期呢工业企业的利润呢跌幅呢应该会开始收窄 加上呢2020年呢工业企业的销售呢有机会会摆脱这个量价起跌的局面 利润呢应该可以重拾这个增长 就会支持周期的板块盈利回升 那昨天也公布了11月份官方计照业的PMI呢也是有所改善是好过市场的预期 所以呢也是利好股市的气氛 那另一方面呢就是香港港股这方面的 的确呢中美贸易谈判的消息呢还是不明朗 这个星期呢也是出了不少负面的消息 加上呢刚刚也说市场也是注视呢 中方会不会真的落实这些有利的防治的措施 相关的因素呢还是会困扰市场的情绪 我们认为呢大市的主要支持位呢会在这个26000点 另外呢经济数据方面呢这个礼拜的焦点呢就是美国 这个礼拜将会公布11月份的飞龙就业数据 我们参考了期货利率的数据显示呢 在明年3月底呢利率还是维持不便的利率的是达到8成的 那板块方面呢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手机设备股 虽然呢行业数据显示呢今年的 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呢是有下跌的情况 但是呢我们相信呢在中国推动5G这方面的发展呢 是会利好呢明年全球手机出货量的情况 我们预期呢在明年呢全球市业数据显示的 事实上呢在刚刚十月份呢内地也是正式启动了5G方便商用 加上呢中资电信箱呢也是公布了5G的月费计划 我们认为呢他们的app定价呢也不算是太进去 对消费者来讲呢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也可以支持到呢带动这个4G跟矿到5G这方面的矿资桥 加上呢行业来讲呢在2020年呢也会有 比较多终端的手机在内地推出 上新呢也可以利好这个业内的需求 那大家就可以在调整的时候呢 不出这个手机的设备股 另外一个长期的板块就是内房股 内房股呢11月份的销售呢是延续了10月份的长期的趋势 另外呢在个别个别的城市产品来讲呢也有消息传出来 就是有一些限购的松绑 比如说佛山市呢也是宣布在 当地呢如果你有一定的工作权利的资格的话呢那些人士呢 手套的购房呢是不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所以呢我们相信呢在这个经济杀行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内房的调控 政策呢也有一定的松绑放松的空间 所以行业呢是有望迎来这个政策的支持 再加上呢内地其实也有放松扩币政策的讯号 所以呢在扩币跟这个调控政策方面呢也有所支持 我们建议的投资者是关注这个中海外还有私房的 那我今天先讲到这边谢谢